我要取出Vintercamp這個名字 就是說我們希望是冬天的時候 會有一個像這樣一個camp的形式的活動 那到了夏天我希望會有其他形式的活動 就是一天一年要兩次的樣子 OK 那我們今天就很高興的 請到那個臺灣科技大學梁老師 然後來幫我們做那個opening的speech 那接下來就是有小弟我 就是常常在開臺灣報表的Danny 我是我叫蔡人 對 然後那個我會做一點小小的open 然後解釋一下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那今天因為非常freestyle 所以其實你要中途禮拜沒有關係 可是我希望是這裡的內容是非常吸引人的 那你可以繼續聽下去 那這裡有很多的在這裡做很久的前輩 因為下午還有更多的人都來 所以可以 我希望大家就是互相交流 就不要太太害羞這樣子 因為其實今天一天在這裡可以收集到大概 我想大概全臺灣80%互動人的情報 所以我覺得還蠻值得的 好 謝謝 那我們就請那個梁老師幫我們做開場 謝謝 各位長 那個Danny說freestyle 那我們就坐著好 我很簡短的 因為待會還有更精彩的 Danny還有我們今天在座的 有許多互動設計的愛好者 提供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 所以我這個投影片就盡量的懂 那因為這一次的活動 這個 各位在網路上所看到的那個小的statement 是我跟Danny一起寫的 所以我現在這段影片有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怎麼樣去看 從現在這個時間點上去看 互動設計的一個 把它視為一個paradigm 那這paradigm在中文裡面 許多人可能已經知道這個派遣 那我們今天來稍微看一下 那因為我的時間很短 所以如果有 會後你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私底下再討論 那不同設計呢 目前在整個文獻 在發展的歷史上 大概已經進入了所謂的第三派 paradigm 那我們要理解什麼叫paradigm的話 必須要從這個傳統上paradigm 在它的組成的過程中 能成為一些元素 然後在這個架構下 我們現在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很簡單說 一個paradigm 它要確立一個派點的成定 它需要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它的本體論 叫oncology 第二個件事情叫做認識論 或者叫知識論 這兩個是一樣的 叫epistemology 第三個叫methodology 叫方法論 那我們一般在廣泛在談的時候 我們大致上都會以方法論這個字 來代表一個派點裡面 主要的他們進行研究的過程 和他們的思維 但是我們如果往上 這個我們有三個不同的層級 從methodology 往上去追溯 這個認識論的epistemology 它就會有一些根本上的 每一個學派之間 它對於這個學問的不同的理解跟詮釋 但是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們如何去認識 我們如何去獲取知識 這樣的一個觀念 也就是說它在產明的是 人跟知識之間的關係 這裡面就有許多其他不同的 已經確定的派點他們對知識的看法 本體論是說我們對於研究的對象是什麼 假設以不同設計 我們以設計為一個本位的話 我們所研究的 我們所認識的那個對象 大概大概來講 我們不太會有疑問 都會認為是那個設計物本體 以這個東西 或是以人創造的世界 叫artifacts 就是人造物為 它跟我們在研究自然科學 以所謂的nature的science 以研究nature來講 這樣的本體是不太一樣的 如此又三個架構之下 我們才會有以後之後 所看到的更細節的 裡面去談framework 就是所謂的框架 以及方法 method 或者是更多的tool kits 這個是一個 我們從很簡單的 把這三個架構出來之後 當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找到我們自己 現在在做這個設計 或是這個研究的定位是什麼 也許我們會發展非常多的tool kits 會發展一些台卡 用一些創意技藏的工具 這個是在提供一些tool kits 或者是method 然後我們在學論文的時候 常提到方法人的methodology 好 設計被視為是什麼呢 我們大概從文獻的探訪裡面 可以很簡單看到 在1950年代 曾經我們 5060年代的這個時期 我們把設計視為一個科學 我們把設計視為一個科學 比如說設計的科學 或是science of design 這樣子的說法 1960年代有一波 持續1960年代 七年代以來 有一波我們希望能夠把設計的 能夠找到一個方法的 方法去支持它 所以有一波大家在研究這個方法 從1960年代開始 一直到晚近在2000年左右 其實就是20年代末期到2000年這段時間 陸續很多學者開始提出了 設計的 它的認識論 它的知識論 事實上可能跟傳統科學或人文學科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介入了很多的 不同領域的認識論和知識 所以在2000年我待會再介紹一下 為什麼第三派人的出現 跟必須知道它的認識論是有關係的 在內進一步的 許多學者去提倡 互動設計應該成為一個學門 本身應該成為一個discipline 它成為一個discipline 就會關係到說 我們剛才想問的 這個互動設計裡面 它的本體是什麼 然後它對於知識的觀念是什麼 它的觀點是什麼 再來它所使用的methodology 它去找到知識的那些方法論是什麼 那這裡有一個觀念 是一個方法論或某些方法論 它可以衍生出多個多種的方法 當我們在使用各種不同派點的方法的時候 可能我們必須思考說 你在做這個研究 你所根據的方法論 你所相信的知識是什麼 好 所以整個以複動設計來講 我們走到了一個 這個方法論的一個轉變 一個epismology turn 所以在這裡我列舉了 2007年 John Zimmerman 等人在卡以上所發表的一篇 Research Through Design 非常有意思的是 在2007年的這個時間點 剛好有一個叫Cross Niko Cross 他也集結了他的論文集出版的本書 叫做Design a New Way of Knowing 這兩本書 這兩個文獻 他主要的都是在探討所謂設計 或者是更進一步講 互動設計他們本身的認識論是什麼 這個 我們在這裡不方便談 但是我們回來思考 互動設計是什麼 互動設計的派點如何建立 好 這個時間點很有意思 在2007年我們剛才提到的 那兩篇關於認識論的研究 有一個叫Steve Harrison 他在2007年 有一篇被Kai拒絕的paper 叫做Third paradigm 第三派點 第三派點 跟剛才前面的兩個研究 都是在2007年的時候 在很主要的學術會議或是康工上出現的 第三派點這個paper 它的影響力非常大 雖然當年被reject 所以我要鼓勵各位 如果你們今年有投稿開 不管你是不是很happy 我是被reject 雖然是reject paper 但是後來對整個互動設計的影響 影響力非常大 好 他提到第三派點的觀念 我在我的論文章上有提到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上J-A-Z-Z-L-I-N-G 廣告一下 點wordpress.com 我會詳細的介紹這個文章的一個 大概有兩三篇或三四篇文章來看這個 設計要成為一個discipline 成為一個學門 一般來說 我上面這邊提到的是 通常我們在一開始 創造一個學門的時候 我們會一開始先去找一些方法來 一開始不是那麼系統的 然後經過方法後 會進入我們想要整理出這些方法 到底有沒有一個抽象的 共同的 可以架構更多方法出來的一個方法論 叫methodology 這個ology這個字 就是各種學問 學問的什麼論這種的 那 經由這樣子一個歸納的結果 再往後我們會想要去問 那麼我們這樣整理出來的這種方法論 它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一個知識論 或者是一個認識論 那現在我畫了一個虛線 往上套 讓它點上去 我們這個設計的學問 現在正在做的努力 是在從認識論 繼續往上攻頂 想要去建構出 互動設計這個學問的本體論 那這裡在談就有點哲學的問題 有點哲學的意涵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那個 海德格跟他的老師 就是胡賽爾之間的 他們在談現象學跟詮釋學之間 那他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胡賽爾這個老師 他的現象學到了 海德格在談詮釋學的時候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這樣子的轉變 從一種方法論不認識論 轉變成一個本體論 那這個細節有興趣的同學可以 事後可以聊 但是很重要的一點是 我們設計學們 現在已經走到 我們剛剛已經談到說 我們走到認識論的一個關卡 大家已經知道說 要提出我們的研究 我們的設計的研究 很重要的一點是 要確認我們的認識論是什麼 更近一幕是 我們必須確定 我們所研究的本體是什麼 我們所相信的設計研究 什麼叫好的設計研究 這個本體必須被確認出來 好 International Design 在這三個快點裡面 我們稍後再看一下 所謂第三 它那個三是從哪裡來的 沿著這個 互動設計的發展的歷史 在第一個時期 叫第一快點 它所關心的是 engineering 跟human factors 所以在這個階段裡面 我們希望達到的是 它能夠把這個 work out 出來 我們implement出來 然後讓人的因素 人的這個人身比例尺寸 或者是它的益用程度 能夠在這裡面被實現 在第二個快點 因為第一個快點 發展相對成熟之後 有第二快點出現 這個快點叫做 cognitive science 就是認知 認知 各位所熟悉的大方們 還有許許多多的 從心理學實驗這邊 他們帶來很多的研發能量 去Evaluate 我們所做出來的這樣的設計 它到底本身 它的所謂的 Useability 使用者 還有談到使用者的經驗這些事情 那第三快點呢 從我們剛剛講 Steve Harrison所提倡的 也是目前正在進行的 其實 雖然Steve Harrison 就算他沒有提出第三快點 但是其實相當多的 design researchers 他們本身在做的事情 就是這第三快點的事情 就是我們所知道的 是一種現象性的情境 現象情境性的一種 那這種所謂 所謂 situated 或是context aware 這樣子的 context based 一個interaction 人是embodic 在這個 我們自人自體 現在這個 實體空間 這件事情其實 許多的研究者 還有許多設計師 已經在做 但是我們知道更清楚一點說 當我們提出這種 現象情境性的時候 它所相對應的認識論 它所能夠採用的 研究的方法 可能是更有彈性的 更有創意的 更是屬於建構式的 那當我們在走一條 建構的這條路的時候 有許多屬於分析與批判的 這些工具 它可能相對來講 就不是真正的那麼重要 它當然重要 但是所謂建構的這個路 它所要走的路 包括我們在很多場合 包括在開的場合 有許多 在突破 emergent technology 這些科學研究者 我覺得他們 也是在走一條建構的路 當他們提出新的素材 新的技術可能性的時候 他們其實在construct 建構一個 互動可以 有可能一個新的未來 那這樣子建構的一條路 它的現象的情境性 在地上海裡面 也是被強調的 好 所以呢 互動設計 它如果成為一個派點的話 我們必須去問這些幾個問題 那這幾個問題 我們在今天的會議上 不會有結論 然後我們希望各位帶回去的是 你可以開始去想 你現在所從事的研究 在這三個不同的層級上 你相信的 你相信的真理是什麼 你所福音的 你所想要提倡的概念是什麼 第一個是你所研究的問題 你以一個互動設計師 你相信的真理是什麼 你相信的設計是什麼 好 這是本體論 第二部分是你的認識論 你一個設計師或一個研究者 你跟你的知識的關係是什麼 你如何看待知識 知識是來自於學之中或是做之中得到的嗎 還是知識來自於批判 或者是知識來自於論述 量化的方法 這些都是可以為你所採用 那麼在Steve Harrison 他有很大的貢獻 是在他提出這個 這樣子三個派點之後 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提醒 告訴所有的不同設計師 他認為未來 現在開始 未來不管是什麼樣的學員們 所進來的不同設計師 他第一個要交代的事情 就是他所相信的認識論 因為這樣的一個學門差距 有從工程 有從心理 有從社會 有從人文 有從設計 有從媒體 有從不同的 有從傳播 有從文化學 從哲學 從建築 這些不同的學門 在建構成第三派點的時候 陳如我們在文章裡面所提到的 在這個 statement 今天的會議 這是一個人類有史以來 最複雜 最困難的一個建構過程 然後他的多樣性 也是我們在整個人類歷史上 是有史以來 目前看起來 是最多樣媒體 一個學問 最後要談一件事情 這個是學Steve Jobs Helen Loughlin 就是當我們在談 experience 我們在談使用者經驗 經驗這個字的時候 希望能夠跟大家稍微再提醒一下 這個經驗的字 到底我們從第幾個派點來看 如果是從 我們現在看到比較dominant 比較強勢的 主要的說法是從第二派點來 如果我們從第一派點 第一派點他關心的是什麼 他是把人 因為 experience 一定是關於人 第一派點他所認為 人是一個 functional 的 being 人是一個有功能性的存在 然後他關心的是 這個功能性的存在 他有哪些基本需求必須滿足 這是第一派點 所以我們會創造出非常多的 application 做出很多的 device 做出很多 hardware 還有日常生活中耗人的小玩意 第二個派點所認為的人是什麼 他把人認為是個 cognitive machine 是一個認知的機器 這個機器大家會否認 所以我們會用 mental model 會用其他的字能來取代這個字 而認為說這樣的 cognitive machine 主要的事情是在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能夠把我的 information 跟機器 或者透過機器 跟另外一個人做交換 第三派點 所認為的人是什麼 他所認為的人是一個 phormonological situative being 他是一個現象的情境式的存在 因為人是一個現象的情境的存在 所以他所談到的經驗是那個感受的 是當下的 幾乎是隨著不同的 context 不同的脈絡裡面所體現出來的那件事情 這樣子談了下去之後 你可能開始會回去讀Paul Doresh 在2001年所所談的Equality protection 他所認為的這件事情是必須要回到現象學去談的 雖然我們提到現象學 但是現象學的這個傳統之下 我們還有很多的不同的設計研究者 雖然沒有名講的是現象學 但是他們已經慢慢的把他們的執行方法 導向推向去談現象這件事情 這也只是一個小提醒 當我們在談experience的時候 以我們現在目前非常廣泛的在談這個字的那個時候 我建議大家要稍微提清一點 Berry在對談的人 他是站在哪一個派點的角度在看 這件事情最後我要提醒大家 在第三派點的建構過程中 每一種不同的專長都一定有貢獻 在對談的不同的領域在交換知識的過程中 可能各位必須要更確定的事情是你的認識論的覺知 這個聽起來好可 但是事實上是說 你知道你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你知道你自己在談的這件事情的那個認識論的基礎是什麼 那麼如此你才能夠更包容的更廣泛的去接納不同的派點 他們對於經驗或者對於使用者 對於互動設計這個範疇所貢獻出來的知識 好 以上我就簡單介紹到這裡 那我們下面把時間交給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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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